再您回顾2014年的重大事件 今年9月台北市信义区爆发了震惊社会的杀警案 凶贤竟然只是一群年轻的富二代跟黑二代 他们使用网络通讯软体将各邦派的小弟串联起来 成为一股新兴的地下势力 由于毫无规范的组织威胁到现有的治安环境 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也考验警方压制这股势力的能力 9月14号凌晨台北市信义区Spark夜店 门口前60多人喊叫杀得震天驾响 信义警分局刑警薛真果 遭人要红楼柱猛K 捣握血破终再也没醒过 不过把便衣刑警打死的就是这对情侣党 案发24小时内出面的案 两个月后 曾卫豪 刘新童 肖瑞红三大主贤 被上号已选台北地院 这群年轻黑二代金二代 组成的小弟联盟 最终面临杀人罪审判 老大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怎么照顾小弟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新势力的出现 一定会有一个有钱的一个 所谓的富少 然后他就会用花钱的方式 然后来养这一批小弟们 那这批小弟们可以壮大他的一个生死 久了之后他们就变成一股所谓的势力 那这个势力的话 他是不是一个像我们过去 所认识的帮派这样子 这么有严密的组织 其实也没有 年轻黑帮富少地结联盟 组团方式有机可循 以中山好青年联盟为例 最伤头的是金主曾威豪 身旁总要有铜粉知己 旧式流星桶角色 以及酒店干部肖瑞宏等互相拉拢 混杂各派小弟手机串联 组建新势力 想在旧地盘城市 却往往变成闹事 台北市的中山区也好 或新一区也好 我们看到很多帮派在泄斗 因为要争夺这个所谓酒店 包括一些独当的这个地方 那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就是警方势力要进来压制的时候 所以这个部分上来看的话 其实他的问题并不大 那至于新兴势力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样子而乘戏的觉醒 有可能 传统黑帮在地势力壁垒分明 台北新华地区光竹联邦各堂 韩郡一方明争暗斗 更别说其他帮派同样眼红 新一代黑金势力连结底层 陈兄斗狠动辄包围酒店夜店 不再为了大帮派利益 而是真女人讨面子 夜店现在是让所有的年轻人 希望被看到的地方 因为他希望自己不管自己有多有钱 他也希望在这里可以让很多人 看到说他可以开多少香槟 可以在那边花多少钱 有多少女生可以依附他 但相对大家都会怕眼红被修理 或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那你当然也需要有一些黑势力 可以在后面帮你撑腰 他已经对于真实的人 没有那种真实的感觉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一次他们在打的时候 一拳我一拳一下子把一个人打死 可是好像每个人都只是打一下而已 没有感觉 辖区内发生如此重大治安事件 新义警分局 几乎夜夜到夜店扩大领检 让一度是新义区夜店代表的Spark 最后黯然退场 Spark走了 新夜店接力开张 沙井岸后风声鹤唳 台北东区倒了四间夜店 但春风吹又声 年少清狂黑金新势力依旧存在 颠覆原有平衡态势 像不定时炸弹 不知何时何处会再度爆炸 记得陈旭 阿公仰卖 陈嘉明 周光展 台北 阿公仰卖 阿公仰卖